大家好,我是小董 今天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五花肉炒口馍的做法 口感鲜嫩,营养美味,老人小孩都爱吃 准备500克左右的口馍 加一勺盐,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往里面加满水,浸泡一会儿再清洗一下 换水多清洗几遍以后,倒出控干水分 把根部去掉以后再切成片 稍微切厚一点,一个口馍切三四刀就可以了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全部切好以后,先放盆里备用 准备一块五花肉,去皮以后切成片 比硬币稍微厚一点,不要太薄了 再切少量葱姜蒜和小米辣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加入盐,鸡精,少量白糖 加一点胡椒粉 生抽,少量老抽 一小勺蚝油和淀粉 多加一些水,稀释一下搅拌化开 提前把料汁调好,这样炒菜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锅里水开以后,下入口馍焯水 再次开锅以后,煮两分钟捞出 所有的菌类一定要完全煮熟以后再使用 锅里放油,下入五花肉煸炒一下 把里面的油脂炒出来,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 炒至变色以后,下入葱姜蒜和小米辣,继续小火炒香 接着把口馍下锅 开大火把水分炒干一些,这样吃起来味道才香 翻炒一分钟,把料汁下锅 先中小火烧两分钟,把口馍烧至入味 烧至汤汁浓稠就可以了 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翻炒一下,激发出香味 平常我们也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口馍,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炒好以后盛出装盘 这样炒的口馍,营养美味,非常的好吃下饭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 孩子如果挑食,你就给他做这道菜,上桌就光盘 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 点头像金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下期见,拜拜 大家好,辅竹里面打一个鸡蛋,出锅就是一道特色美食 之前的一位饭店老板,就是靠着一道菜,在成都买了三套房 今天就把这个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辅竹提前用冷水泡软切成段,这样吃起来才筋道 一般的辅竹都有盐味,多清洗几遍以后攥干水分 接着往里面打一个鸡蛋,用筷子搅匀 这个是辅竹好吃的关键 搅拌至每根辅竹都能挂上鸡蛋液 往里面加入淀粉,再次拌匀 有土豆淀粉,最好用土豆淀粉,没有的就用玉米淀粉 不需要放太多,表面薄薄的挂一层就行 小料准备一些小葱段切碎 再多一些蒜末备用 锅里油温四成热,把辅竹下锅 油温不要太低了,否则辅竹容易吸油 下锅以后能快速定型才可以 一次炸不完的可以分多次来炸 定型以后来回的搅动一下,让辅竹受热均匀 炸至颜色金黄,表面酥脆的时候捞出控油 锅里油底油下入葱花蒜末炒香 炒香以后下一勺豆瓣酱 再放一小块火锅底料炒出红油 把火锅料炒至融化,这样味道才更香 炒好以后往锅里加适量的水 调味的时候盐要少放 加入鸡精 来一点胡椒粉 开锅以后下入苹菇和木耳 煮两分钟完全煮熟 接着下入青菜稍微烫一下 不用煮太长时间,断生以后捞出 放盘里垫底 接着把辅竹下锅煮一下 炸锅以后的辅竹比较容易吸收汤汁 这样吃起来更入味 煮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三四十秒就可以了 接着加少量水淀粉勾芡 不需要太浓稠 刚能挂到辅竹上面就可以 倒出装盘里 上面撒干辣椒和蒜末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麻烦伸出您发的小手 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 最后撒上香菜和白芝麻即可 这样做的呛锅辅竹 香辣入味 口感筋道 比大鱼大肉吃起来还过疑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家常烧豆腐 不过油也能很好吃 做法简单 营养美味 非常的好吃下饭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准备适量老豆腐 切成不到一厘米厚的片 蒜苗清洗干净 斜刀切一下 小料切一点葱姜蒜片备用 一小块五花肉去皮以后切成片 有猪油的也可以放猪油 调一个料汁 加入盐 少量鸡精 加一点白糖提鲜 加入生抽酱油 老抽少放一点 往里面挤一点蚝油 加入清水搅拌化开 这样炒菜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调好以后先备用 锅里水开以后 加一勺盐 加入适量老抽 这样可以让豆腐更好上色 把豆腐下锅 盐可以让豆腐提前入味 也可以让蛋白质更快凝固 炒的时候不容易碎 炒水一分钟捞出 时间充足的可以再泡一会儿 锅提前烧热以后再放油 这样炒菜不会粘锅 把五花肉下锅 转小火炒一下 大火容易把五花肉炒老 吃起来口感发柴 炒至颜色微黄 五花肉出油就可以了 接着把葱姜蒜下锅 继续小火炒香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几个干辣椒 加入生抽酱油翻炒上色 颜色太白的话 看起来没有食欲 炒上色以后把豆腐下锅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刚能没过豆腐就可以 小火把豆腐烧两分钟 烧至入味 时间稍微长一点更好吃 汤汁变少 下入水淀粉勾芡 尽量不要来回搅动 轻轻转锅或者向前推动就可以 汤汁收至粘稠 能均匀的包裹在豆腐表面 把蒜苗叶下锅轻轻的翻炒一下 激发出香味 觉得视频有用的话 麻烦用您的发财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 家常烧豆腐这样做 清淡不油腻 特别的入味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也可以收藏起来 或许哪天您能用得着 馄饨要想做好吃 调肉馅和黑葱油是关键 今天给大家分享 馄饨的家常做法和商业版做法 按这个方法做出来 比早餐店的还好吃 锅里先加入300克食用油 加入30克猪油熬化 准备葱花 洋葱碎 姜末和蒜末 比例在字幕里面 油温三四成热下锅 前期用大火熬 水分基本炸干以后 再转小火慢熬 熬至颜色金黄 全部飘起来的时候 香味才能彻底被激发出来 关火以后 下入五香粉搅匀 颜色比金黄色 稍微深一点倒出 在锅里的时候 千万不要炸糊了 要不然味道发苦 盖上盖子焖半个小时 准备300克的梅花肉馅 比例二肥八瘦 提前切一些葱姜 加入一小把花椒 再加入温水浸泡一会儿 然后抓出葱姜和花椒里面的味道 水的温度不要超过40度 温度太高了 会有葱臭味 抓出味道以后 到肉馅里面 300克肉馅 加50克葱姜水就可以 先抓拌至肉馅 吸收水分 不管调什么肉馅 最好不要放料酒 料酒在肉馅里面 挥发不出来 不仅不能去腥 还会影响味道 抓拌至吸收以后 顺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葱姜水不仅能够去腥 肉馅吸收了水分 吃起来鲜嫩不柴 搅拌两三分钟左右 肉馅能够立起来就可以了 调味加入盐 鸡精 白胡椒粉 生抽 少量老抽上色 挤点蚝油 加入40克淀粉 抓匀以后 继续顺一个方向搅匀 搅拌的时间越久 肉馅吃起来口感越好 像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超过水的青菜碎 水分完全挤干 然后搅匀 这样咱们的馄饨馅就调好了 准备一些馄饨皮 放少量肉馅 先斜着对折一下 然后向内弯曲 一个馄饨就包好了 手法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提前多包一点 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早餐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接下来调一个料碗 加入葱花和香菜 放适量虾皮和紫菜 加入盐和鸡精 生抽 滴几滴香油 锅里水开以后下入馄饨 煮馄饨水尽量多加一点 一次性不要下太多 不然容易粘连 那样馄饨吃起来就没有筋到了 汤也不好喝 煮一会儿以后加一遍凉水 馄饨其实很好熟 煮至完全飘起就可以了 煮完以后汤是清澈的 不要那么浓 趁热浇到碗里激发出香味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伸出您的发财小手 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 搅拌均匀 一份加肠味的馄饨就做好了 提前多包一些馄饨 早餐几分钟就可以做好 营养又美味 到时间后 咱们的黑葱油也做好了 看起来颜色特别黑 但是不会有糊味 更多的是香味 这也是为什么外面卖的馄饨 比家里更香 更好喝的原因 秘诀都在葱油里 往汤里面咬一点 这个香味立马就上来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也可以收藏起来 或许哪天您能用得着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小董 做紫菜蛋花汤 切记不要直接就往锅里倒鸡蛋 多加上这一步 蛋花更漂亮 营养又美味 下面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先准备适量紫菜 撕碎一点 然后加温水浸泡 根据家里人数多少 打几个鸡蛋 一份的量 三个鸡蛋就够了 用筷子把鸡蛋充分打散 搅拌至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碗里面加一勺土豆淀粉 再加水搅拌化开 没有的也可以用玉米淀粉 根据个人口味 切一点葱花和香菜 紫菜泡好以后 放汤盆里弄散一些 加入少量虾皮 葱花和香菜滴几滴香油 锅里水开以后 先调味 加入盐 少量鸡精 来一点胡椒粉 调到小火以后 再加水淀粉 下锅以后快速搅匀 防止淀粉结块 不用太稠了 比蜂蜜略稀一点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 接着用勺子 把鸡蛋散开下锅 先调味再勾芡 最后下入鸡蛋 这样蛋花做出来才漂亮 鸡蛋下锅形成蛋花以后 飘起来就可以了 不用煮的时间太长 时间久了 鸡蛋口感容易变老 不要来回搅动 轻轻向前推动 一直到蛋花全部飘起来 就可以了 趁热到汤盆里 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紫菜蛋花汤 不仅蛋花漂亮 而且味道也非常鲜美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也麻烦用您的发财小手 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紫菜蛋花汤学会这样做 比饭店的还好喝